究竟香港學生想入台灣好的大學 容不容易呢 當然不容易啦 大家好 我是朱迪 今次不認勞都不行 因為連我家最小的小姐 今年都上大學了 小姐派大學派得好不好 派得好 所以今天我要特意拍一條影片 是多謝喬仙寶的 因為當時我們的身份都比較特殊 因為我們是移民過來 適逢當時少爺就在香港完成了個中錄 就直接在那邊申請來到這裏直接讀大學 就到少爺又就不到小姐 之前我也有影片說過 大孩子升學在這裏半天釣 之前拍過影片可以大家去看 其實當時有兩間學校給我們選擇 一間就是板橋的華僑高中 另外一間就是喬生先修補 其實兩間學校都很好 他們的排名都十分不錯 但在於我們來說 我們就意願去喬生先修補多些 為甚麼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只要學生入到喬生先修補 他就不需要游出公海 和所有台灣的學生一起競爭 他只需要應付到校內的考試 他就可以用這個成績去分發去台灣的大學 還有以我們的經驗 那時候少爺在香港個人申請台灣大學的時候 原來台灣大學只會留一至兩個位給香港學生 不是很多 所以你不要以為 在香港申請台灣的大學 想入一間好的是容易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而在台灣很多大學都有給喬生先修補 所以只要你入到去 成績都不太差的話 分發好的大學的機會是大增的 那經喬生部分發出去 入到好的大學的成數有多高呢 看看你讀甚麼科 譬如你讀文科那些 通常都有七十至八十幾個百分比 如果尖指 醫科 有大約二十個百分比 譬如你說牙科 瘦醫 藥劑 這些科 平均都有五十個百分比 可以去到一些好的大學 那入入喬先部要有甚麼資格呢 不是說 隨便在香港讀中學 那我就可以直接入喬先部 不是的 那在香港的中學呢 最少你要讀完中五的課程 你才可以進去的 那如果你說我剛剛讀完中四 那就不行了 一定要有中五或以上 才可以進去的 那或者你已經申請到台灣大學了 但是派得不好 那你這個情況之下 都可以選擇去喬先部 再讀多一年 再由喬先部那裏分化出去 那你派到好的學校的機會 都會大增 又或者你在香港已經完成了中學課程 已經出來社會打滾了幾年了 但是又想回來讀書 想來台灣讀大學 那你也可以申請這個喬先部 讀了一年先 然後再分化大學出去 都可以的 因為小姐有些同學 都帶她十年 那我知道有香港的家庭 將會移民過來台灣 那如果你們是需要報這間學校的話 你們注意的就是入境日期 因為她報名的時候 是不可以逗留超過一百二十日 在台灣境內的 那所以你們在這裏就要留意一下 我家小姐報的就是春季班 原來這個春季班不是每年都有的 有些家長就看到 為何這個春季班 好像只是給馬來西亞學生 但其實原來報的春季班 是叫全球春季班 所以為何香港學生都收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想確定有沒有報名的話 可以去Facebook專頁 有一個叫Chill Me Chow 大的專頁 大家上去可以看到最更新的資料 或者可以Inbox他們去查詢一下都可以的 除之以外 他們正常的報名時間 都會在每年的五月至六月中都有的 到時大家可以上網去看看 有一樣東西可能大家都想知道 讀喬仙部一年的學費和住宿要多少錢呢 全年這樣計算 大約八萬元台幣就可以了 連同學費、住宿和保險費 在內的了 八萬元台幣即是多少錢 即是兩萬多港幣左右 一年了 我家小姐來到這間學校讀書 有沒有遇到困難呢 是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她在香港的時候 讀的科學 除了中文之外 全部都是英文 例如數學、化學 都是英文的 來到這裏就轉為中文了 所以小姐也下過不少苦工 去克服這方面的問題 又因為疫情的關係 其實很多香港的學生 都未可以去到台灣這邊讀書 也都是因為我小姐是讀醫護那方面 屬於第三類別 所以香港人也特別少 讀文科那些多些 第一、第二類組別就會多些 第三類就會少些 所以我都很多謝喬仙部的老師 對小姐特別關懷 特別照顧 令到她在學校都覺得 好像很多老師對她很好啊 我在這裏很多謝你們 雖然我這條影片的資料 又未必說很細緻 但如果你們有關喬仙部的問題 想知道多些 真的可以去她們的Facebook專頁 以及可以Inbox他們去查詢一下 都可以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幸好有喬仙部 如果不是我家小姐 文法大學都不知道去了哪裏 五學都不知道 因此 就不知道 獨 felt